中国人都天涯海角在海南的三亚,但是你知道世界的尽头在哪里吗?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,这座有着世界尽头之称的城市乌斯淮亚。 很多游人抵达乌斯淮亚,都喜欢在这里跟世界说再见。 乌斯淮亚,这是一个南美洲上一个别致,美丽的小城。 它是世界最南端的城市,距离南极半岛只有一千公里,因此有着世界尽头的美称。 小城虽小,但所处的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,尤其是对南极科考更是至关重要。 由于仅靠南极半岛,所以这里是南极科学家不可缺少的补给基地,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南极考察船队,都在此停泊过。 由此也为这座世界最南端的城市,吸引来许多的游客。 小城的街道并不宽敞,但是十分干净。 街边全是在童话里才会出现的,属于白雪公主的可爱小木屋。 每当夏天小城花开阵旺,可谓是一眼两季,台演出却是白雪矮矮的山峰,伴随着清冷的空气,又让人恍然提前感受到南极的气息。 而最让游人心动的,还是那座世界尽头的小游局,虽然仅是一间不起眼的小木屋,但是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,每天都有无数游客专程前来。 这里不仅可以欣赏比格尔海峡的无限风光,还能向全世界发出邮件。 邮局里出售印有世界尽头邮政字样的明信片,游客可以现场填写后,邮寄到世界各地。 还可以将自己准备好的明信片也一起带来,在上面加盖可爱的企鹅图案印章。 当然,也可以在你的护照上,戳几个章以示到此一游,向全世界证明你曾来过。 小伙伴们,你们想去这个地方看看吗? 欢迎留下你们的精彩评论,顺便关注和转发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